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争议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起令人震惊的间谍案 一名来自皇后区 自称学者与民主活动家的75岁男子王淑君 被布鲁克林联邦法院判决为中国共产党的间谍 王先生被控为通知总检察长的情况下为外国政府工作 并向中国情报机构提供知名意见人士的联系信息 以及对联邦执法官员撒谎 这起案件让人不禁思考 中美之间的间谍活动究竟有多深 王淑君面临最高25年的刑期 他的故事是否揭示了更广泛的跨国压迫现象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布鲁克林联邦法院 一个自称是学者和民主活动家的皇后驱男子王淑君 是军王 因为为中国共产党进行间谍活动而被判有罪 这名75岁的男子被指控在未通知检察总长的情况下 作为外国政府代理人 并向中国情报机构提供了知名意见人士的联系信息 此外 他还被指控向联邦执法人员撒谎 根据检察官的说法 王淑君最高可能面临25年的监禁 他的判刑日期定在1月9日 这个起诉书的剧情如同间谍小说 但证据却是震撼人心的真实 美国纽约东区的检察官布雷恩 皮斯 Bream Peace 在一份声明中说道 王淑君愿意背叛那些尊敬和信任他的人 这一判决为其一周的审判画上了句号 在这场审判中 检察官指控王淑君秘密收集居住在纽约地区的中国国民的信息 并将其提供给中国政府 检察官表示 王淑君受政府官员指示 针对那些被视为颠覆分子的人群 包括支持香港民主 台湾和西藏独立以及维吾尔活动家等 王淑君的案件是美国司法部在打击所谓的跨国压迫方面的最新努力 及中国政府透过恐吓和骚扰方式控制其海外公民 这几年来 特别是布鲁克林的美国检察官办公室 对这类案件一直投入高度关注 去年夏天 检察官在同一法院赢得了一起案件 三名男子因代表中国政府跟踪新泽西州的一个家庭而被判有罪 他们将在9月被判刑 另一桩案件则涉及两名 被指控在曼哈顿下城的一栋大楼内运营秘密警察站的男子 也即将进入审判阶段 在美中关系日益紧张的背景下 像王淑君这样的案件被推向了检察官的前线议程 去年 美中关系降至几十年来的最低点 双方在多个方面的争端仍在不断考验双边关系 从贸易 科技到南中国海河台湾的主权声索 周二 由六男六女组成的陪审团经过一天的考虑后 对王淑君的所有指控都做出有罪判决 王淑君于2022年与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四名成员一起被起诉 但这些人现居中国 而中国与美国之间没有引渡协议 在整个审判过程中 王淑君身穿灰色西装 打着颜色鲜艳的领带 他不太会说英语 法庭尚未他配备了翻译 王淑君显得相当放松 常常闭眼微笑 聆听双方律师的论述 当陪审团的前言人读出判决结果时 王淑君面无表情 唯唯厚仰 但仍然保持着高昂的头 他在大多数判决结果被宣读时 闭着眼睛 不时地睁开眼睛贴向陪审员 在法院外 王淑君愤怒地表示 他们弄错了证据 这不公平 他们在玩弄正义 这是小说情节 他用普通话继续说道 我再也无法写关于民运的书了 我只能写一本 关于在美国监狱生活的书 王淑君是一名美国公民 在1990年代宜居纽约 曾经是一名访问大学的东亚研究学者 2006年 他在皇后区法拉盛地区创立了一个 纪念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民主组织 及胡耀邦和赵紫阳纪念基金会 该组织已推动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 政治改革的前共产党官员魏明 这些官员后来被逐出权力中心 胡耀邦的去世引发了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抗议运动 最终以血腥镇压告终 该组织的网站显示 其使命是促进中国的宪政转型 但检察官表示 自至少2006年起 王淑君便利用其在华人社区中的地位和身份 成为一名潜伏的情报资产 据称 他受命收集中国政府认为不受欢迎的主题和人物的资讯 并透过面对面的会议和书信往来 包括描述他与知名活动家互动的日记 将这些讯息传送给他的街头人 被告过着双重生活 检察官艾伦 赛斯 艾伦斯在开庭陈述中说 他自称是学者和支持民主的活动家 但表象可以欺骗人 陪审团被展示了一系列 记录了王淑君与街头人之间 通信的证据 包括加密讯息 在其中一个例子中 陪审团看到了王淑君在2016年向官员发送的消息 描述了他与一位曾经的香港之联会主席的跨国电话 在一条讯息中 他告诉他的街头人 他问了应该问的所有问题 根据起诉书 这位主席后来因组织抗议活动被捕 王淑君并未被指控间谍罪 在审判期间 他的律师辩称他的行为并不像一名间谍或外国代理人 而更像是一个对谁都愿意说话的人 王淑君的律师扎卡里·马古利斯 奥努玛 Zachary Margulisonoma 在结案陈词中描述王淑君的消息 为老年人在唐人街自己卫视的陈思 他展示了詹姆斯·邦德 身穿晚礼服的虚构间谍形象 与显得困惑的王淑君的对比图像 马古利斯、奥努玛还坚称王淑君对其组织所倡导的民主事业忠诚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支持民主 他说 在大部分的阴谋期间 检察官表示 王淑君在与执法官员的面谈中撒谎 隐瞒了他与中国政府的联系 2017年8月 王淑君在与FBI特工的面谈中 否认与中国情报官员有任何联系 2019年4月 王淑君在从中国抵达肯尼迪国际机场后 与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官员进行面谈时 再次撒谎 但在搜查他的行李时 探员发现了一本联络簿 内涵多名中国官员的联系信息 边境探员还发现了一份手写文件 内有数十名支持民主活动家的名字和电话号码 2021年7月 一名卧底FBI特工来到王淑君的家 并声称自己为中国安全官员工作 在那次互动中 卧底特工Jack Chan告诉王淑君 王淑君正被FBI调查 Chan作证说 王淑君要求他帮忙删除有罪的讯息 2021年8月 FBI特工在康涅迪隔州王淑君的家中进行面谈时 王淑君承认与多名中国官员有联系 并透露他曾提供有关支持民主活动的资讯 并至少三次与其中一名官员会面 检察官说 次年3月探员搜查了王淑君位于法拉盛和康涅迪隔州的住处 发现了他与中国街头人的电子邮件地址和电话号码 以及他们之间的讯息和163篇电子邮件日记条目 这些条目日期从大约2011年到2014年 在法院外 马古利斯 奥努马表示 他尊重判决 但他认为他的客户并没有恶意 这是一个非常宽泛的犯罪 他说 他肯定不是故意想伤害谁 他一生都在反对共产政权 生活本来就很复杂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好 我是楚天书 今天 我要支持这次判决 因为它展示了美国对跨国压迫的强硬态度 这次判决不仅是对汪书军个人的审判 也是对中国政府海外行为的谴责 了解这个背景 我们可以看到 随着中国在全球影响力的扩增 美国不得不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来保护其国内的民主和自由 这是捍卫美国价值观的一部分 也是巩固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 汪书军的行为 不仅背叛了那些信任他的活动家 还危害了自由社会的根本价值 嗨 大家好 我是谢琪琪 楚天书 你的言论听起来像是好莱坞电影的台词 别忘了 这个案子里 汪书军可是那位一边闭眼微笑 一边听着议员解释指控的老爷爷 你说他是间谍 这判断是否过于严苛了 这位可怜的老人只是在送点小信息 难道真有那么大的杀伤力吗 或许他只是想要一些存在感 毕竟他的律师说了 他只是个在唐人街孤独的老头子 寻求关心和交流 谢琪琪 你这么说 难道你没看到那些具体的证据吗 汪的日记里可是记载了详细的联系人信息 和他与中国政府官员的会面 这已经不只是聊天和寻求存在感那么简单了 你知道美国司法部去年 还起诉了三名带中国政府追踪 新泽西一个家庭的人吗 汪书军的行为不是单一起事件 而是一种有组织 有计划的跨国压迫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严格执法 捍卫自由社会 楚天书别这么严肃吗 难道你没听过老顽童这个词吗 光看他自以为是的老头子的瞎扯这一点 就能看出他根本不具备真正的间谍素质 再说了 汪书军也为民主事业做了不少努力 创立了纪念基金会来推动中国的宪政改革 难道我们就这么快望了他曾经的贡献 仅凭一些日记和几次会面 就给他判了刑 来点同情心吧 别把事情看得那么黑白分明 谢琪琪 确实 汪书军曾经有过一些积极的行为 但这并不能抹消他后来的背叛行为 你说他是老顽童 可他的行为却给许多促进民主的人 带来了切实的威胁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老顽童的胡闹 而是一个利用他人信任 将信息传递给一个压迫政权的行为 这样的行为无论如何都不能被轻视 你知道吗 根据外国代理人登记法 FARA 他这样行事而不报备 就是非法的 这一点无论他多大年纪 都不能成为他逃避法律制裁的理由 楚天书 没错 法律是法律 但我们也要看到法律背后的人性 你刚才提到FARA 那可是1938年通过的法律 当时主要是为了应对纳粹宣传 今天我们还用它来对付这个75岁的老人 确实有些过时了吧 或许我们应该重新审视这些老法规 看看他们是否真的适合当下的情况 旺修俊或许是违法了 但他的动机和背景值得我们更多考量 他或许只是被利用了 或者说他自己也不完全明白其中的严重性 所以我们应该在法律和人性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而不是一味地追求严厉的惩罚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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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